哈马斯火箭军副司令 空军司令双双被斩首 与哈马斯近距离遭遇战 以右损梅卡瓦主战坦克 哈马斯战术曝光 拥有化学武器 这可能是21世纪最惨烈巷战 以色列千万要小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冷战情事 我是宇童 今天是2023年10月25日 是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反攻的第19天 种种迹象显示 中东大战很可能就要爆发了 在与哈马斯的遭遇战中 以色列为何又吃亏损失了梅卡瓦主战坦克呢 对哈马斯战术曝光 有何看点呢 21世纪最惨烈的巷战即将开始了吗 以军要如何在加萨取胜并全胜而退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探讨 10月21日 以色列再次在加萨地带北部投放船单 告知当地居民尽快撤离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也明确表示 针对哈马斯的战争可能历时三个月 看来以色列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 加萨地面战的残酷性和负责性 不要贸然出兵是对的 还有各方面复杂因素要面对 急不得 日前 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对加萨地区发动有限度的地面攻击 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说 以军22日首次发动众生突袭 沿着加萨前线彻夜战斗 歼灭恐怖分子几个班 之后10月23日 以军加大了空袭力度 再次袭击了400多个恐怖分子的目标 包括向以色列方向发射火箭的哈马斯枪手 恐怖分子从海上渗透以色列的隧道竖井 以及其在清真室内的指挥中心和武器集结点 这也是开战以来 以色列空袭最猛烈的一次 此前 哈马斯就已经用反坦克武器 摧毁数量以军梅卡瓦主战坦克 显然 斩首哈马斯反坦克部队指挥官非常重要 巧了 剧情也正是这样发展的 以色列国防部的通报显示 23日早上 以色列战斗机进行了一次空袭 定点清除了哈马斯北方旅反坦克导弹部队负责人 伊普拉辛·萨赫 24日 以色列军方还公布了更大的战果 自开战以来 已军消灭了哈马斯空中部队的五名指挥官 包括加萨市空军司令 马拉德·阿布·马拉德 以及另外四名哈马斯中高层官员 这也是以色列一次性清除哈马斯指挥官最多的一次 还有一个重要的斩获是 10月22日 以色列空军精准清除了加萨的哈马斯炮兵副司令 穆罕默德·卡塔梅时 中央营地里的火箭发射和炮兵管理就是由他来负责的 哈马斯高官虽然吃香喝辣 但关键时候确实得拿命来尝 对于中东局势 美国是什么态度呢?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 美国官员称 美国政府非常非常非常担心中东局势会失控 日前白宫已下令国防部开始为中东地区的最糟糕的情况准备应急计划 该计划可能要求数十万美国国民从该地区撤离 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和以色列的约60万美国人 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之一 估计美国人已经掌握了可靠的情报 表明黎巴嫩真主党和其背后的伊朗很可能会趁乱开辟第二战场 我们战情室也认为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极高 另外谷歌地图已经关闭了加萨地区和以色列的交通数据 这说明以色列陆军主力很有可能要开展地面行动了 以色列总参谋长明确指出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萨有备制完整的地面行动计划 目标很简单 就是清理加萨 建立安全区无人区 重新安排居民 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在一个没有哈马斯的状态下 总参谋长还解释了 空袭加萨跟地面部队全清加萨完全是两回事 所有艰难的胜利最终都得靠陆军去取得 当然以色列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来说说以色列国防军可能面临的困难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导弹专家和国防分析员费边辛茨表示 哈马斯可能会利用真主党以前使用的模式 试图将以色列军队吸引到一边 然后发动意想不到的打击 也许是对前线以外的目标发动攻击 专家解释称哈马斯有可能拥有我们还没有看到的能力 但我们可以稍后看到 这个想法是升级转到更高的水平 然后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 看看下面这个报道就知道了 综合近几日哈马斯武装卡桑旅的声明和以色列国内媒体的报道 卡桑旅在加萨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东侧 成功伏击了一支越过隔离墙的以色列地面部队 据悉这支乙军装甲分队才刚刚穿越隔离墙进入加萨 就遭到了卡桑旅的反坦克导弹和轻武器火力打击 卡桑旅宣称击毁了至少一辆以色列坦克和两辆装甲推土机 乙军幸存人员从车内逃出并徒步撤退 不仅如此卡桑旅还发动了一波反冲击 越过隔离墙并攻入以色列南部的基书菲姆犹太人定居点 在与当地的以色列国防军交火一段时间后才撤回加萨 所以说哈马斯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 目前以色列秘密情报显示 大批巴勒斯坦哈马斯突击队员也称 恐怖分子已进入地道等待以军发动地面突击 这些哈马斯突击队使用的都是利比亚走私过来的武器 包括AK-1032步枪 南斯拉夫制M70B1步枪 AKM和561式突击步枪 RPG-7火箭筒和PKM-80式机枪 分析指出哈马斯7日突击以色列前 至少已筹划两年 很可能也对以军地面入侵做足了准备 从战术上来说 在城镇作战与在开阔地截然不同 以军遭遇的攻击恐来自四面八方 哈马斯则可利用四轴无人机监控敌情或精确攻击 也能在屋顶安排狙击手 战甲车在城镇站虽能为步兵提供良好的掩护与火力支援 但因回旋空间受限 即已遭到反坦克武器的攻击 许多目标最终可能还是只能靠以军步兵近战才能达成 这就需要挨家挨户逐层清理建筑物 另外22日当天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对外公开表示 他们已经追踪到哈马斯的一项巨大阴谋 该团伙正在接触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 从一名哈马斯成员的个人物品中发现了制造化学武器的手册 里面记载了所需的相关材料等内容 英国天空新闻网认为 这位总统在暗示一些事情 即哈马斯存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 以色列需要出手干预 如果以军开打地面战 将面对加萨地带空前惨烈的城市巷战考验 甚至我们看到了有分析认为 这可能是21世纪最惨烈的城市巷战 所以虽然以军进入加萨的时间越晚 貌似越不利于以军自己 似乎会给哈马斯留足准备的时间 但通过定点精确轰炸 确实也可以进一步摧毁哈马斯的抵抗能力 这样就可以让以军极大的减少伤亡风险 因为以色列士兵最终会进入加萨城市废墟和地下隧道中奋战 反之以色列陆军核心骨干和特种部队如果伤亡太大 以色列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幅下降 甚至可能激起伊朗革命卫队 黎巴嫩真主党 伊拉克民兵 叙利亚装甲部队下场的雄心 可以说以军这一战只有干脆利落地打掉哈马斯 才能减少多线作战的风险 就军事地理而言存在两个加萨 一个是建筑物与人口高度密集的地上加萨 一个是各种隧道与通路盘根错节的地下加萨 以军首当其冲就是要面对所谓隧道生死战的挑战 哈马斯最近还发布宣传视频 挑衅说告诉以色列欢迎来到地域深处 地道是加萨的生命线 哈马斯和杰哈德隐藏在地道里 而且这里有足够维持几个月的武器弹药 食品燃料等储备 军事战略学者卢瓦克认为 清理地道将是以军步兵的危险任务 可能得用上机器人等工具 华尔街日报指出 加萨走廊的地下迷宫估计绵延约800公里 有些地道位于地下约60米深 能承受乙军空袭轰炸 许多地道都有照明、储藏室、补给品和武器 主公哈马斯战士在地下隐藏数天 甚至数周甚至更长 兰德公司高阶顾问兼反恐专家三金斯说 地道战与城镇战注定艰难 现代军队拥有的许多优势都会被这些环境削弱 而且有理由认为 只要在地道里而不是在楼房里的所有人 都是恐怖分子 因为普通平民没有资格进入地道 近日俄卫星网撑 以色列空军发射了重型砖地弹 攻击一个隐藏在寺院下面的地下营地 上面藏有哈马斯和杰哈德突击小组 剧烈爆炸在地下道内引起连续爆炸 大家知道所谓砖地弹 它的外壳要足够坚硬 打穿掩体以后才会在目标内部爆炸 因此凡是被砖地弹打击的地下空间里 几乎都不会有幸存者 因为爆炸也会夺走了氧气 公开谴责哈马斯的哈马斯创始领导人之子 莫萨部哈桑尤瑟夫也给以色列出了一招 他建议以色列使用天然气将哈马斯赶出加萨隧道 因为隧道是相互联通的 他确定以色列不能贸然进入加萨 没有一支现代军队能够应付这种战争 尤瑟夫还说他非常了解哈马斯 他们不会关心巴勒斯坦人民的死活 不只是地道战不好打 进入加萨城之后 以色列在其他方面也困难重重 一名2014年到加萨作战过的乙军退役连长表示 乙军有丰富的城镇战经验 但这回到加萨不比以往 当地城市对手武器规模与准备都远超过去所遇到的情况 乙军2009年后就没有再深入加萨城内 顶多只是在边缘 2014年乙军只深入加萨几百米 七周内官兵就阵亡67人 这名退役连长说 最麻烦的是必须逐门逐户扫荡 然而一旦深入城镇地带 大部队的所有优势都不在 哈马斯还可能隐藏在平民中 利用城市地形和大规模地道 即使仅依靠简易爆炸装置 都有可能给以色列装甲部队造成重创 平民伤亡也会很惨重 此外 哈马斯很可能从伊朗或中共半明半暗的市场渠道 获得居民两用无人机技术 甚至是地面机器人技术 这意味着哈马斯可能会采取比2009年更有效的办法 去发现并精准打击以色列部队 所以说以色列需要制定一个更适合在加萨地带作战的战术方法 当然以色列也有自己的优势 以色列空军的F35隐身战斗机和其他攻击机可以带来巨大的空中优势 为以色列支援前进的地面部队提供很大的保障 但这些也都需要地面情报系统的精准配合 当然成功秘密渗透的情报网 也是找出哈马斯士兵和武器长生之处的最佳手段 好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战情势节目 希望大家给我们点赞 转发我们这个节目 也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节目了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 感谢您的支持